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写时过往许多人会认为要把头往后仰来止血 但现在急救知识比较普及了 大家也渐渐知道 其实前倾还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网络上存在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急救资讯 可能让你一不小心就接收了错误的急救资讯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 6个你很可能从小错到大的急救知识 当有人发生癫痫抽搐不止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有些人会在患者的嘴巴里塞毛巾 拿毛巾让他咬住避免咬到舌头 有些人会塞筷子 找来三根筷子放在男子的嘴巴上 有人塞手机套 手机的皮套塞进了工程师的嘴巴里面 要避免他咬到舌头 更有人不怕痛 直接把手指塞进对方的嘴巴里 这些方法都是避免患者咬舌自禁 但你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害死他吗 癫痫是由于脑中不正常放电 造成失去意识四肢抽搐的现象 通常发作中的患者会肌肉僵硬 牙关紧闭 这个时候如果硬是要放东西进嘴巴里 可能会导致牙齿断裂 或者口腔软组织的伤害 甚至是塞住气管造成窒息 诶你可能会问 都不放东西 那如果他咬到舌头 湿血过多死亡怎么办 诶还真的不用担心 研究显示 癫痫发作的案例中 大约只有两成的人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而且咬到也仅仅只会产生小伤口 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咬舌自禁没有那么容易发生 乱塞东西进嘴巴里造成的伤害反而更大 面对癫痫 我们应该做的是下列几件事情 一将患者移到平坦的地面 移除周遭的障碍物 并在患者头部下方放置枕头或衣物 避免头部因为撞击而受伤 二不要试图用外力去抑制身体的抽动 三把姿势改成侧卧 避免他们被口中的分泌物噎到 接下来就是赶紧拨打119协助 同时记录癫痫发作的时间 发作的频率 让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时 可以马上了解癫痫的严重程度 请大家诚实回答 若是你的朋友被蛇咬了 你会怎么帮他呢 如果你的脑中有闪过 用嘴巴吸毒液这个选项 没关系 这很正常 长久以来电视电影中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用嘴巴把蛇毒吸出来 让被咬的人脱离险境 但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 废话不多说 直接跳结论 无效 目前没有任何研究可以证实 用嘴吸蛇毒能产生任何明显的效果 毒牙注入的位置通常很深 加上毒液一旦进入了人体 也会迅速随着淋巴系统 扩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想用嘴巴吸出毒液 成功率恐怕不高 就算你努力吸 用力吸 大口吸 成功吸出了一咪咪 对中毒者也不会有任何显著的改善 而且要是你的嘴巴又刚好有伤口 那恭喜了 现场就会再多一名中毒受害者 所以被毒舌咬伤该怎么办呢 首先 取下戒指手表等饰品 避免肿胀后不易取下 同时让换肢尽量保持在低于心脏的位置 千万千万要切记 不要再试图用嘴巴吸毒液 也不要冰敷伤口 避免组织坏死 最重要的是 赶快打给119 由专业的救护人员送医急救 顺带一提 根据疾管署统计 台湾每年发生约一千多起毒蛇咬伤事件 其中更有八成左右 是被龟壳花和赤尾青竹丝所咬 其他则是百步蛇 雨伞结 眼镜蛇和锁链蛇等等 身为台湾人 请记下这些蛇的特征 一旦被他们咬到 你就知道要注射什么血清 才能捡回一命 当有人发生车祸摔伤时 常常看到好心的民众会摇晃伤者 想要叫醒他们 确认他们的意识 但是小心了 只要一个错误的动作 就可能害对方从此半生不遂哦 我们的脊髓是一条 由脊椎所保护着的神经网路 不管是要将大脑下达指令 传冲到四肢 还是将四肢的感受传回到大脑 都必须经过这条高速公路 如果今天脊椎受到外力冲击 发生碎裂或胃移 就可能刺伤脊髓 切断讯息传递 讯息中断的地方 就是瘫痪开始的地方 电影里的X教授 被子弹打到了腰椎附近 从此下半身瘫痪 让他只能坐轮椅度过一生 而脊髓受伤的位置越高 越接近颈椎 瘫痪的范围也就越大 尤其脊椎最上端的颈椎 没有厚实的肌肉和胸骨保护 受到冲击时 是非常容易受伤的部位 一旦颈椎受伤 下场可能就是四肢瘫痪 复原机会秒 这也是为什么 在事故现场 当救护人员评估伤患的颈椎 可能有受创疑律时 就会上颈圈 甚至是长背板 将伤患牢牢固定 来减少移动和急救时 可能对颈椎造成的二度伤害 对我们来说 在救护人员抵达之前 如果伤患能行走 就协助他远离危险环境 如果伤患不能动 就尽量不要再摇他 拉他或是搬动他了 CPR可以说是 所有急救术里最浪漫的技术了 在电影小说里的生离死别之际 主角使用人工呼吸 靠着那一闻 成功唤醒了爱人 但是同样的情节 搬到了现实生活中 却成为急救时的最大组 许多人在急救现场 因为不敢或不愿意 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对施行CPR犹豫不决 错过了最佳的施救时机 因此为了提升民众急救意愿 消防局现在提倡 叫叫CCC 或是叫叫CD 也就是不再要求 一定要实施人工呼吸了 只要连续不间断地按压心脏 使用AED 直到救护人员抵达为止即可 别误会 这并不是代表氧气不重要 而是因为当心跳刚停止时 血中的氧气含量还算足够 透过压胸保持血液循环 就能让存活率 从每分钟下降7%到10% 减缓成3%到4% 降低缺氧造成的伤害 因此短时间内 不给氧是可以接受的 在患者倒下后的几分钟内 比起有没有给氧 立刻实施心脏按摩 重要太多了 阿公阿嬷今天突然口词不清 手脚发麻无力 疲倦嗜碎 小心 这很有可能就是脑中风哦 造成脑中风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脑血管因为血块堵住了 导致脑细胞缺氧的缺血性中风 另一种呢 则是因为脑血管破掉了 血块压迫到脑部组织的出血性中风 不管是哪一种脑中风 来的都措手不及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很可能造成永久性瘫痪 甚至是死亡 越早抢救 越能减少神经功能缺损状况 这也就是所谓的 Time is brain 对于治疗中风 黄金三小时非常重要 以缺血性中风来说 在中风发生后的三小时内处理 有机会使用血栓溶解剂来疏通血管 或者用导管将血块拉出体外 至于出血性中风 则需要医师尽快评估 看看能不能透过外科手术来移出血块 不管是哪一种中风 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治疗 患者才有机会恢复大部分的身体机能 脑中风发生在不同位置 导致的症状也会不太一样 有些人会单侧瘫痪 肢体无力 也有人会口齿不清 意识模糊 面对疑似中风的病患 我们可以用FAST口诀辨识 你帮我说E F FACE点Y 观察患者面部表情 两边是否对称 你眼睛帮我闭起来 手要撑住哦 A ARM手软 请患者闭眼 双手平举 观察是否会有一只手无力垂下 你刚说头晕大概是多少之前的事情 大概10到20分钟 S Speech 大得头 请患者读一句话 观察是否清晰且完整 T Time 记下时间 快打电话 当患者出现FAS 这三种症状的任意种时 请记下患者上一次正常的时间 并立刻以119送医 争取黄金治疗时间 许多强酸强碱无色无味 难以辨认 若是不小心喝下肚该怎么办呢 催吐有用吗 常见的强酸有厕所清洁剂 盐酸 消酸 强碱则有打扫用的清氧化钠 包粽子时候用的减纵水等等 如果喝下肚 会对食道及胃部造成严重灼伤 甚至会持续渗透到深层组织 造成溃烂 出血和穿孔 那催吐可以吗 呃 除非你特别喜欢被灼伤的感觉 否则催吐会使腐蚀液体 再次经过食道造成二度伤害 也有人说 那喝水或喝牛奶总行了吧 一样不建议 目前没有医学证实 水 牛奶 可以有效减缓强酸强碱的伤害 而且民众通常会为了综合 误喝的腐蚀液体 过量饮水造成反胃 二度伤害了食道 误喝了强酸强碱请保持冷静 不要催吐 不要再吞任何东西下肚 现场基本上没办法做任何有效的处置 赶快带着误喝的液体和容器 打119送1 让伤害降到最低 好的 以上就是六个 你可能从小错到大的急救知识 脑中风患者 没在几小时之内治疗处理 很可能永久瘫痪 回天乏术 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 如果没有在四到六分钟之内进行CPR 大脑组织便会开始缺氧坏死 即便救回来 也有很高的几率变成植物人 分秒必争的急救现场 了解正确的急救知识 才能出手不犹豫 成为别人活命的关键少数 本期影片 与安妮怎么了协力制作 安妮怎么了 是一个由专业救护技术员 医师等人所组成的团队 期望能以简单的方式 来推广急救教育 让一般民众了解急救知识很新知 从2018年开始 安妮团队拍摄了一系列的课程 除了给一般民众的基础急救教学 也有给救护技术员的专业技术内容 课程更被收入到 卫福部出版的教科书中 专业程度深得认可 若想了解更多急救知识 欢迎到安妮怎么了的网站上 观看相关课程 并以行动支持他们 这集的可能性调查署 就到这边结束 欢迎留言分享 告诉我们你听过最荒谬的急救偏方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天下没有难学的知识 我们下次见